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农小贾,我又来了 咱们有好久没有拍这个打包这个裸根苗月级的视频了 然后有好些新的朋友呢,他们不知道 然后小贾呢,再说一说咱们这个打包的流程 跟他们苗子的一个情况 这是咱们这一次的分享苗子的这些 然后虽然说不是太多,但是已经可以了 然后感谢这部分朋友对小贾的支持 这一个呢,就是小贾拿出来做对比的牙签苗啊 当然这个牙签苗是不分享的啊 如果说有离小贾近的啊,来小贾基地 这牙签苗免费送你的啊,这个免费送你 看这些就是正常的苗啊 这是牙签苗,这是正常的苗 这个是大壳的苗啊 然后这个是小贾那天就是在这个大壳的苗里边 不分品种,挑的那个不说数一数二 他数三,数四的苗啊,很棒的 当然这些东西都分品种的啊,朋友们 就比如说像在大壳的苗里边,对吧 你看这个品种 很棒,很大,是吧 跟小贾那天挑的都是差不多 这个很棒 当然你看这个品种,对吧 这是什么品种 这个是我看一眼的 瑞典女王啊 你看瑞典女王,她的苗情就没有这些品种的苗情大 不代表她不好啊 是因为这个品种就这样啊 在小奖那些地里边这些月家啊 这个瑞典女王这个品种 这个已经算是大壳的了啊 所以说这分品种 你看这些都很棒,是吧 这些就是想讲那天,对吧 专门挑出来极大壳的,抽手 就是这个极大壳里边的极大壳啊 当然很少啊,没有几壳 所以说而且这个,这种还是较贵的啊 较贵的,对吧 都是很棒的啊 这些 然后有收到小奖这个苗子的朋友呢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 可以随时联系小奖 小奖呢,虽然说 不一定能及时的回复你 但是啊,肯定会回复朋友们的 然后呢,就是 就比如说,如果说咱们这个苗子收到之后 你感觉啊,就说 哎呀,这苗子对吧 我买的大颗的 那你为什么这颗苗子看起来那么小呢 如果说有这种疑问的话啊 小奖会把这个,你所要的那个品种 这整体会拍一个照片发给你 然后,你拿出你手中的这个苗去对比 看看这个苗是不是这一片里边最大的 这个品种里边,不说最大啊 那也是,对吧,上等的啊 所以说呢,我接受所有朋友们的监督啊 嗯,怎么说呢 真正不怕影子歪是吧 怕啥,对吧 小奖对吧,已经 已经挺认真的了 所以说,不怕朋友们的所有疑问 也接受朋友们的所有监督啊 有任何疑问,随时联系小奖 小奖呢,尽量啊 尽量,尽量 包朋友们满意 然后咱们就说一下这个打包流程啊 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哈 咱们第一步就是把这个裸根棉啊 蘸这个泥汤 保存这个根部的这个湿润度啊 然后拿这个保鲜膜 嗯,第二步就拿保鲜膜给它 那个全体啊 给它捆好,围起来 嗯,以防这个水分散失 然后,咱们最主要的就是保温工作啊 咱们之前用的是棉粘啊 棉粘那个相对于来说,对吧 没有这个保温 所以说小奖看用了这个 专门保温的这种材料啊 然后捆,而且捆的不止一层啊 好几层 给它包过来包过去 哎,这个保温很好的啊 这个保温 所以说,咱们保温这一大问题是 不用担心的 然后呢 小奖就接着就是打包用这个纸箱啊 看这纸箱这个是五层厚的 啊,算是挺好的一个纸箱了 就是朋友们就那种 对吧 嗯,就是比起那个装空调那个箱子 还要再,对吧 结实一点 所以说这个也是挺扛压的一种纸箱 也是为了怎么把咱们的这个裸根棉 保护的相对好一点啊 所以说纸箱 这是咱们用的 当然了啊 像小奖前两天挑出的这个 呃,特别就是极大棵里边的这种极大棵的苗子啊 是,对吧 不是好些朋友要吗 但是小奖不能,对吧 不能说天天好家伙就拍这些 咱们对吧 分享它 你不能这样拍啊 咱们还是以小奖基地的这个日常为主啊 日常为主 然后拍一拍咱们的花啊等等之类的 但是像这个,对吧 嗯,咱们隔几天发一个 发一个视频啊 不能哪个视频都是这玩意儿是吧 嘿嘿 弄的弄的,对吧 你就小奖成带户户户的了是不是 嘿嘿嘿 当然这个,对吧 呃,有喜欢的朋友呢 嗯,小奖的尽量满足啊 尽量满足啊 尽量满足啊 因为这个太少了啊 咱们隔几天,呃,发这么一次 还有就是咱们基地的其他的东西啊 就比如说,呃,那个,棒棒糖呀 呃,盆景啊,藤本呀 拍子呀等等 这些东西是没法打包的啊 朋友们,呃,小奖是线上是新手啊 所以说咱们的纸箱只有那一种纸箱 还是咱们呃,分享菊花的时候那种纸箱 然后打包裸根苗是挺合适的 但是你打包其他的东西,那个纸箱太小了 咱们没有其他的纸箱 所以说其他的目前是不,不线上分享的啊 不线上分享的,那些东西的,对吧 没有办法,小奖,对吧 没有合适的打包东西啊 嗯,这个东西,嘿嘿 小奖,对吧,得慢慢来啊 慢慢来,朋友们也见谅一下啊 然后这些啊,是咱们去年没有卖完的苗 就是三年苗嘛 你瞅瞅现在这个芽子的状态啊 它是开花比较早的一批 呃,咱们在这些里边啊 挑出来了这十颗 嗯,这十颗,对吧 还是算是这里边 呃,不说数一数二啊 也是数三数四的一个,对吧 这十颗这几个不错的啊 当然这十颗啊 唯一的缺点就是小奖 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啊,朋友们 因为咱们,对吧 没,本打算的是只是拍拍视频啊 没有说分,在线上分享它的 然后现在不是咱们在线上分享吗 就是身后这些品种 之前收拾的时候没有分品种啊 这些里边二三十个 二三十个品种都是掺一块的啊 烂七八糟的 所以说这十颗品种是随机的啊 随机品种 随机品种 然后,呃,小奖我呢 看看,对吧 咱们就 隔个三天四天,对吧 三天的样子 咱们 小奖呢 就是用自己的一些方法去挑一些比较好的 让咱们分享给朋友们 对吧 这种间隔时间 不知道朋友们乐不乐一看哈 看朋友们的反应吧 如果说不喜欢看的话 那小奖就不 呃,不动这个了 如果说 对吧 还行的话 那小奖就隔个三四天 咱们,对吧 小奖就挑出几颗 诶,不错的 然后咱们让朋友们看一看 对吧 然后分享出去 然后再看一看这十颗啊 就是这种状态 也是啊 仅此一单 啊 先到先得 嘿 也是不错的啊 咱们小奖在这 对吧 一大片里边挑出来的 当然还有其他好的呢 只是对吧 上等 不说属于属二吧 也算得上 属三属四的一些 对吧 样子了 呃 壮弱啊 枝条啊 等等啊 都行 哎 当朋友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啊 就是小奖已经把它 上到了小奖的某宝店铺里吧 也是仅此一单的 呃 所以说啊 赶快去看看吧